哈喽,大家好 最近由刘依菲主演的《孟华录》很火啊 今天就带着大家看看《孟华录》一到五节的内容 北宋年间,有个茶铺娘子叫赵盼儿 她正在茶社招待客人 可谁知茶铺里突然出现一群盐贩子找麻烦 赵盼儿和她的好姐妹孙三娘可不是吃素的 三下五除二就把这群盐贩子打倒一大半 可赵盼儿还是落入危机当中 此时,坐在旁边喝茶的顾千帆拔道相助 这个顾千帆也不是一般人 他可是黄承司派出来办事的 赵盼儿一看是黄承司的人 本来还想好好地感谢人家,现在只想吐 这个顾千帆也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劲 二人纠缠了一会儿,闹得好不愉快 顾千帆开始狂挖赵盼儿黑历史 原来赵盼儿当年因负罪被逼成了卖艺女子 不过如今已托吉,做新时代好女人 顾千帆看赵盼儿这么男,也就放过他了 此时,赵盼儿的另一个好姐妹宋尹章 拉着自己的男朋友周舍来找盼儿 盼儿一看着男的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男人 劝他别嫁 可宋尹章才不听 拉着周舍要私奔 并深信嫁给他能够让自己脱离月吉 盼儿无奈,只好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宋尹章脱离月吉 于是,他来到杨志远家 可没想到在这里偏偏又碰到了在办事的顾千帆 这个顾千帆正在和来灭口的禁军大战三百回合 只见顾千帆一个毒标刺中赵盼儿 威胁他救自己离开 赵盼儿只能带着他跑掉 赵盼儿顾千帆到达安全地带后 顾千帆给赵盼儿解毒 赵盼儿刚想询问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时 顾千帆就劝他管好你自己别多问 赵盼儿再次无奈 只好回到查社 这时德书告诉赵盼儿 赵盼儿的未婚夫欧阳旭考上探花了 赵盼儿开心地像个小女孩 以为德书要接自己去东京 而德书此行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来告知赵盼儿 欧阳旭被其他高官看中选为女婿 要和赵盼儿退婚 赵盼儿原地气到晕倒 气醒了以后 赵盼儿决定立刻前往东京找这个渣男欧阳旭 谁知在去往东京的船上 又碰见了顾千帆 两人终于友好的交流了一会儿 可此时船夫大喊水里有人 赵盼儿跑去一看 这不是自己的好闺蜜孙三娘吗 赵盼儿本来想自己跳下去救人 可谁知顾千帆倒是跳了下去 把人捞了上来 等孙三娘醒后 他坦白自己也碰到渣男 不光自己被律 还要被抢走秦生儿子 他一下想不开就跳了河 孙三娘叭叭叭说个不停 身体虚弱 还越说越激动 顾千帆只好将其打云冷静 下船后 顾千帆陪赵盼儿一起去给孙三娘治病 到了医院就碰到黑心医生 夸大孙三娘病情 就为了赚赵盼儿手里这点银子 顾千帆只好亲自上阵 用针刺将孙三娘的淤血排出 孙三娘醒后 看见顾千帆以为是坏人 上去就是一个花瓶抱头 赵盼儿连忙和孙三娘解释 才让孙三娘冷静 另一边 宋颖章因为拒绝给他的男朋友钱 被这个人渣男朋友周社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 这个消息正好传到了赵盼儿那里 赵盼儿救人心切 只好向顾千帆借钱 顾千帆不借 赵盼儿只好告诉他 他一直在找的夜宴图其实就在自己手上 赵盼儿又说明 宋颖章的姐姐就是因为自己而死的 赵盼儿不能见死不救 顾千帆这时只能将自己身上携带的 上好何田宇拿出来给他 并约定了以后可以碰面的地点 赵盼儿拿到钱后 立刻上路大战渣男 他见到宋颖章后 开始跟他谋划如何脱身并报复周社 第二日 宋颖章假装要给周社钱 并让他自己去取 周社立刻翻脸好吃好喝招待宋颖章 在去取钱的路上 赵盼儿故意去拦周社的路 骂周社薄情寡意抛弃了他 跟宋颖章结婚 这处吸引他众人围观 周社直接被围殴 赵盼儿故意丢下之前的簪子离去 周社看见这簪子 心想这一定是个富婆 连忙找到赵盼儿赔罪 赵盼儿继续给周社下套 假装自己对周社很感兴趣 并且要周社修了宋颖章 周社看了看富婆的嫁妆 连忙答应 第二日 同样前来营救宋颖章的孙三娘 直接放火烧周府 敲锣打鼓吸引来了一堆吃瓜群众 让宋颖章趁机曝光渣男周社的种种掠迹 而此时 赵盼儿又假装听了这件事后不高兴 引导周社写下宋颖章的修书 宋颖章终于顺利的拿到了修书 宋颖章孙三娘赵盼儿 三人正准备会合 周社发现自己被三个女人耍得团团转 一气之下把他们告上了衙门 这就是孟华路前五集的内容 如果想要知道三姐妹后来发生了什么 请点赞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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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